好,歡迎來到第二節 另外我們要和大家討論 要多點訂閱我們的節目 要Like 看廣告 因為我們現在有廣告功能 課金一下我們 可以課金 我們要發一些課金計劃給大家 也好 另外有些網友會和我們說 可不可以做一些節目 做一些專題 其實我們會盡量安排 因為大家都明白主持就是我 就是Alex 另外我們也要邀請到三文兄 所以三文兄都來幫我們做多不同的專題 但大家都明白 我們都是三個人 三個佬 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都盡量做到每天都有節目出的 我們又會找些美女做主持 但是都只有這麼多人 所以可以的話大家就課金支持一下 最多我們將來出一些課金計劃 如果你想講某些專題 付少許金給我們 好 當我們做一些research 好 一些少許細費 放心吧 都是一些查錢的感覺 所以要點過 是 幫幫忙 因為我們廣東話軍事頻道 是很難做的 是 好 現在回來我們就講芬蘭 大家知道芬蘭這個地方 其實第一是冰冰雪地 可以第一是極光 是 但是其實除了這些之外 芬蘭 還有芬蘭肉 但是除此之外 其實芬蘭是一個北歐國家 是很近很近俄羅斯的前線 是 以前是曾經被俄羅斯吃了的 是 但是芬蘭又試過和蘇聯打仗 是嗎 是 因為俄羅斯想打他 是 但是贏的 是嗎 守得住陣地 守得住 是 現在芬蘭其實就來 暫時還未進入北洋 但是我相信這個詳細 大家都會想進去的 是 是 是 做一個叫做2020戰隊計劃 哇 這個有些像二城那些什麼 是 2020戰隊計劃 會打造手 一些 相信 是 這個場防空 防空 反潛反艦 沒有standard 是 但是要做防空 反潛反艦 每樣東西都要有 那麽單位不會看 就是 4000 6000噸 那麽多 那麽呢 就是 我也有 是 現在 正常都 就是 正常都 就是 都不同 可以回到各個波羅 最熟悉的是那三個小國 三小國 其實都沒有失禮了芬蘭 入少許的位置 芬蘭我相信都是剛剛是北跟俄羅斯 大家由它在那裡頂一頂 美國那邊國防新聞都有報導 這個核心四架有破兵能力的 叫做博騰級 這個他們歸類做巡邏 而我排水大概 剛才我們說了三千九百噸 就是捉住四千噸 跟傳統的巡航艦差不多 甚麼東西都有 你沒有三四千噸搞不好 防空反艦反潛 大家明白了 如果防空反艦反潛這些東西 它最近跟它做一個 就是芬蘭自己的軍工叫做RMC 另一個就是大家很熟悉的SARP 是 是小神盾 是 所以大家知道SARP 其實它每樣都好一點 所以SARP有最好的地方就是隔離 如果做所有的效勤 維修 訓練 全部都接近 這次是聯手的 RMC 和SARP 聯手 拿了Joint Venture 拿了這個標 是 它們本身芬蘭的RMC 是做男體 SARP 專門做一個系統 尤其是戰鬥系統 以及其他Integration 他們都會做 其他系統是很棒的 因為它可以放在美國的系統 例如可以放在這裡的先進海馬雀飛彈 ESSM 這個就是大家看的航空母艦 上面的近程防衛系統 其中一個就是先進海馬雀飛彈 另外 2022年會開工 2028年去到一個作戰行為 所以整個部署都很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接下來就是2025年 就可以放進去 就是做這個芬蘭海軍的主力部隊 當然四架不是很多 但是芬蘭也比較低 其實是2025年來的航空母艦 就是用一些遙控武器 反潛如雷的 這些就 甚至反彈飛彈隊 有少少像台灣的小型快艇飛彈 但是他們一更新 就做了這4000噸 假設現在的做法 有大有小兩種艇 在芬蘭上面 應該都更新了一代的航空母艦 看起來的設計有些神盾感覺 如果你看到天線、霓桿 全部都乾乾淨淨的 全部的天線都收入 所以就面對那邊的海貨 波羅的海也挺大浪的 如果有3900-4000噸 這些噸位應該是足夠用的 都是大家怎樣看 如果它做了小塵 都可以的 但是它好像不太大隻 放得下去 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你眨眼看 又不覺得它有什麼垂直發射裝置 我們這樣看沒有垂直發射裝置 它應該是靠 剛才我們說的武裝系統 其中一個就是ESSM 就是先進海馬 變成這個真的比較近 就是你預算大概不超過 所以就會真的比較近按支援 你看到 不可以叫做出到很遠洋的地方 另外就有一個 所以就叫做短暫的地方 可以幫忙做一些反潛 但是應該有一個支持 然後我們就要看土耳其那邊 土耳其有一個武裝直升機 就是攻擊直升機 這個叫做T-129 合資的 和意大利的奧古斯塔Westland 因為T-129本身是土耳其航塔公司 即是我們所說的TAI 這間出名在因為它包覽了土耳其 很多飛行軍工的武器 一個叫做TFX 大家都很熟 TFX我們可能都會叫做IDOLIC 就是和意大利的利安納道 這個集團的利安納道 共同研發的 一個雙助雙發動機 輕型攻擊直升機 這個攻擊直升機 就由A129慢慢改造過來 完成了研發之後 很多地方都有詢問過 例如中東買的國家 是巴林亞、約旦 另外一些國家是馬來西亞 這些國家都有的 但是買的暫時有兩個用家 一個是菲律賓 菲律賓買10架 巴林斯坦買了30架 有兩個國家在用T129 這個T129好處是因為有BAE牽頭 大家知道如果有BAE這個經濟 就容易入到美國貨 所以它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T129它最大的對手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就是中國大陸 而中國大陸 大家都知道 跟它同型的機器 叫做母隻狗 是 母隻狗 跟它那個問題 當然T129的引擎輸出 是厲害很多 所以T129的力量會好很多 那是美國引擎來的 T800 是 所以大家都明白 是差距遠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T129的發動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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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T88的話 剛才阿歷斯說了 但是現在美國認為土耳其在玩耍 也是 土耳其真的玩得太過份 第一 S-48那件事 太不留情面給美國 還有 這個太不留情面 和旺北約的核彈 然後還敢說 在我基地的核彈隨時取不下去 這樣恐嚇美國 就美國要工作了 是 現在美國就夾了引擎給你去 基本上這個引擎不出 不出德國,土耳其那邊其實都... 問題是什麼呢?就是他要交際 交不到交給巴基斯坦 大家知道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是朋友 原因是因為有宗教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應該都是信 兩邊都是朋友 巴基斯坦的國家全名叫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 土耳其就叫土耳其 因為現在經歷埃爾多安的改造之後 都慢慢會變成一個宗教國家 兩邊是兄弟幫 但是現在這個兄弟幫 真的幫不下 就像中國一樣沒有晶片 人家又沒有人期 問題是什麼呢? 但是我覺得土耳其的方法現在很多 你肯跪就行了 他有機會跪 但是總統不肯 那就換總統 那就是 有什麼問題換總統 民主國家也好 所以巴基斯坦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巴基斯坦不上那麼久? 如果土耳其交不到機會 他又變成了他不夠直升機用 但問題是他不夠武裝直升機用 會怎樣呢? 隔壁的國家說我給你 便宜一點給你 甚至乎洗環手 我不用錢給你 借業給你 都可以 給都夠膽的 人家有錢 所以我想Simon Hing要講多一點 Simon Hing比較明白當中的厲害 我先去跟Larry Hing 當時跟T129爭訂單 其實是不直十例的 基本上是他抄別人做的 不直十就好像Tiger OK 差個字而已 都不是兩字 我當時看到這個消息 19年的年初已經開始 國內不斷地報道 就是說當時因為土耳其玩得太high 結果被美國人鎖死了他那個動力的 即是他發動機的那個貨源 結果他搞到交不出機 在這裏我可以為國內的網友說一句 就是簡直是為這個覺得是心涼 所以說活該你土耳其 國內很多時候就是說 當時巴基斯坦不選這個武席十 其實國內是一片哀嚎的 是 是不是很失望 很失望 因為他們是巴鐵來的 巴鐵你都竟然不選我的東西 當時中國很有誠意的 他拿了三架武席十去給巴基斯坦試 第一就是你價錢有商用 降價沒問題 第二就是核心技術可以轉讓給你 讓你自己生產 第三就是你有什麼要求 我都盡量滿足你 但是這個問題當時的小導師 就是巴基斯坦試完這三架之後 他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動力實在是不夠 動力不夠 而且他的機器 比起土耳其的T129 是重了好像一噸多 哇 直升機率的一噸多 是啊 那麼你兩個因素一合起來 喂大哥 你那個東西真的 運載的能力 還有你那個靈活性 是完全達不到巴基斯坦要求 所以巴基斯坦當時就 試完之後 果斷放棄武席十 就擁抱T129 結果加上就得長胸 擁抱鬼 哦 沒辦法 嗯 所以他很好笑的 土耳其還跟巴基斯坦談過 叫巴基斯坦可不可以延期 讓我搞定這個發動機問題 好像是延了一年的交課 你先搞定外交關係 這個就是軍事問題 就是外交解決了 是啊 國內很多網友很心涼 誰叫你巴基斯坦 你選不選我們嗎 現在該死吧 該死吧 該死吧 等你選這個 他們叫做一個萬國產品 T129 哈哈 因為它是很多國家不同的組件 基本上是組裝出來的 喂 那你除了美國之外 其他國家都是組裝出來的 哈哈 哪有第二個國家 其實這個是好東西來的 因為它本身 它是用意大利那個A139 作為一個藍本的 那機體又好 那動力又是美國那邊 還有Honeywell 合資提供的 有保證 所有東西都 是啊 不用想了 土耳其玩得這麼high 你還要拿S400去照這個F16 玩得這麼high 等你玩吧 是啊 好了 那我們說另一個 另一個 這個也是要談到一下 這個 就是一個 超過大黃蜂 超過大黃蜂就是EF 接下來就會加裝 是 這個IRST 即是我們稱為紅外搜尋的系統 是 這個會怎樣玩法呢 原本他們據說這個玩法是想安裝機頭 是 什麼機備附近的位置 即是INDIGAME 是的 但是 後來就說 這樣有機會 會阻礙到機槍的情況 哦 是 於是想想一下 不如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一個POD 一個夾倉 放在哪裏呢 就放中線 是 放在中置的機槍 就放在那裏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圖 就指了給大家看 是的 這個位置 當然有個好處 第一 大家知道 夾倉更換方便 是 遺收容易 對 遺收容易 方便去換 機體有什麼事要做 又可以插出來做 所以整件事 就不太複雜的技術去處理 很多 美國很多都是用中用夾倉的 是的 這個IOS-T有很多好處 這個IOS-T 第一 它都會有數據鏈 去接駁 跟不同的機種用 跟其他感應器有融合度 是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IOS-T 我們叫做被動徵收的裝置 是 被動徵收有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你主動開雷達 無論是Isa雷達 和Pisa雷達都好 其實你一開雷達 你會放不同的頻率 出去搜查 反過來 就像黑夜開電筒 你開了電筒 人家就有機會看到你 當然 大家知道燈哪個射得遠一點 我知燈射得遠一點 我看到你 你知燈射不到我 我看到你 我準備射你 開箱射你 是被動的 全部都是接收紅外線的 但IOS-T也不一樣 IOS-T是真的收紅外線的 用紅外線去收 例如隱形戰機也好 有些東西避免不到 就是熱源 美國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它的熱源可以減到比較低 俄羅斯和中國的技術 熱源都還是比較高 不可以的 是它的噴嘴問題 還有其他手段 例如說什麼 其中一個最常見就是機艙 機艙有些金屬布膜 是 它會令紅外線的手套 做得更好 有幾個情況 總之 現在的情況就是 如果它安裝了這個IOS-T 就叫做 不用開主動雷達的情況之下 可以比較雷達 或者電磁波靜默的情況之下 可以搜尋到敵機 這個IOS-T的裝置 在某些俄羅斯的軍機 它們是很迷信的 是 它們說自己的IOS-T 是可以搜尋到200公里的 是 可以當雷達這樣用 可以當雷達這樣用 可以當飛彈 很厲害 還可以鎖東西 是呀 很恐怖 所以對它們兩個 IOS-T很厲害 當然 IOS-T有它的局限 但是有個好處 就是IOS-T始終和主動雷達 叫做雙飛 有兩種不同的探測方式 還有一個好處 如果你是IOS-T 如果對方玩電磁戰 例如出那些電磁機 鎖你 我當你真是不幸運 也不知有哪個國家 要鎖到美國 但是你當有 鎖到美國之後 它還有一個IOS-T可以用 所以聽起來其實都挺不錯的 是 現在如果超級大方塊擺到 但是這個消息 就在2019年 這個沒有人知道 它什麼時候測試過 就是2019 現在2020 應該有兩架機 兩架機通過了 但是這個改造 這次就是IOS-T 原來它們加入了適形油箱 但是我暫時未看到這個樣子 要問問Simon Hing 你有沒有見過超級大黃蜂 接下來有些測試 有做一些新型油箱 放進去 這些測試 有沒有看過 那條背帶 我暫時未見過這個背帶 因為超級大黃蜂 之前一直有背帶設計 但是一直都未見過油機 真的裝上去 我都喜歡掛油箱 真的少見過 也挺帥的 不過它的設計問題 它好像適形油箱 不是很大 它應該是一般的 但是裝了適形油箱 之後 它便可以省下 平時裝油箱的兩個掛載位 是 可以裝其他東西 例如裝電箱箱 Port 或者不裝Port 就裝一些重型的對海對地的攻擊武器 飛彈、導彈都可以裝 是啊 所以它那個適形油箱 我們暫時都未有圖 但以前的適形油箱 我們知道 它當時做了一個 叫做沉默大黃蜂 做沉默大黃蜂的時候 設計是真的有適形油箱的 然後下面不再掛油箱之後 就下面裝了一個大的甲倉 裝了武器在裡面 但是這個沉默大黃蜂 印象中好像國會不批 不批 因為用F3試取代 是啊 因為國會不批 沒有一個新預算 可能它預算到了F12X 所以就沒有了這件事情 情況是這樣的 Simon,有沒有什麼看法 裝到這個Port 是不是戰力提升得很厲害 這個Port IIST這個Port 美軍還有另外一款 好像叫Sniper Port 也是專門給F16、F18 這些第四代戰機 就是增強它的探測能力 特別是你如果對架 真的有架隱形機過來的時候 現在對方隱形機 唯一的方法看來 都是只可以用航外吊倉 來看它的特徵 才會發現到它 是 也是的 這個變成 所以就是第四代戰機 對第五代戰機 唯一的對抗武器 即使用IOS-T 就可以遠一點 尤其是 我相信中國和俄羅斯 如果今晚的方向 對得不太好 那個熱源 就比較近一些 有機會中 這方面 技術來說 應該是俄羅斯 暫時領先 在它的航外探視的距離 是的 那些蘇三十那些 整隻凸出來 就是在那個 所以有很多人 給它 是 震風也是 震風也是放在外面 是的 反而這些是非美系的國家 IOS-T的傳感器 經驗都不少 中國都有的 簽10有的 簽10有的 簽10有這個IOS-T 簽10有我不肯定 因為我比較喜歡簽10 我看得多些 簽10有IOS-T 另外 講開這個IOS-T 原來它的Port 它可以互換的 是 即是它接下來是想做一個 Generic 即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它可以做到 不同的機型都可以用到 現在FA18EF 正在做一個試驗 剛才沙文興說了 就是F16和F18 原來F15都可以 F15將會安裝一個Port 可以做到IOS-T的情況 而FA18EF也可以 即是F18EF和F15可以互換 即是可以多用 是的 這個多用途之後 我相信它的研發費 即是未來的成本 又會降低 便宜一點 這個也相當不錯 即是未來很多不同 戰機的新開發範圍 即是海空軍Share 是的 另外要說的是 這個原本是Block 2的年代 應該是有的了 但現在終於忍啊忍啊忍啊忍 終於忍到Block 3 現在比較新一點 即是海風才有 是的 原來投入使用的時間 是2022年的 很快 沒有那麼快 今年2020 因為剛剛的實驗已經做了 亦都Pass了 慢慢會擺 他們現在的預算是每年一個航空母艦中隊 是 每年一個這樣投放 是 所以大家要計算 如果每年一個中隊 一個航空母艦就是四個中隊 是 慢慢地擺 都不會急的 大概十架八架 一直撞上去 是 這個對抗 我相信是主要對抗 這個簽意令 是 數不足 那個情況會是比較大的 代差問題又可以做好一點 接下來 FA-18EF 之前三文興說 會跟這裏的大蝙蝠會 做一個聯合編隊 混編 所以 不需要完全取代 現在 我相信應該不需要完全取代 所有的大黃蜂 大概一半左右就夠了 是 所以應該都幾經濟實位 好 這次來到先 好